大家关心的是力兴还有台湾妇产科学会等四个团体 之前首度呼吁了青少女吃口服避孕药引起了讨论 向中视记者直集这个市面上的药局 发现了口服避孕药很容易取得 但是没有经过医师的评估 你可能不知道其实自己是血栓的高风险患者 之前就有一名17岁的少女吃了避孕药之后脑中风 而今天也有名25岁的女子也因此中风瘫痪 向药草提高 实际走访台湾药局买避孕药 没有医师处方不到30秒一样买得到 这个多少钱 那个300 然后这个要500 这个好处他付出用是最低的 之前好处没讲风险 付了钱拿了就走 上头明明写着医师处方用药 少了医师把关安全出现漏洞 而在法国有一名才25岁的女子 宣称她服用梅丽安避孕药造成中风瘫痪 不只提高药厂也对法国当局提高 这也是法国第一起针对避孕药的刑事诉讼 打开包装 虽然访单里头已经写着 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和脑血管等问题 还是有不少民众自己跑到药房选购 有这样子讲 就是什么厂牌好像不错 会有这种状况 不管是在服避孕药 或者是更年期的一些荷尔蒙制剂下 千万不要朋友介绍就买来吃 过去在台湾甚至有一名17岁少女 可能因为服用避孕药导致脑中风的案例 医师就提醒 如果有偏头痛病史 高血压高血脂过度肥胖 甚至是吸烟的人 在服用口服避孕药容易造成血栓 最严重恐怕致命 在台湾比较常看到的是中风比较常见 在门诊会询问病人说 他有没有家族的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本身有在使用一些抗凝血的药 在台湾每一年有3000人未满20岁未婚怀孕 到底该不该吃避孕药 还是要经过医师审慎评估